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2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封冰箱的海上古道油气区 在24号遭到祖荣之灾 受损范围包括了隧道 南北洞口以及古道山坡处 而山坡上尚有零星的落石 为了确保游客的安全 从即日起受损的区域 包含了海上古道等 会会暂停的开放 也请游客多加的配合 本月24号的那一场意外大火 不仅烧毁海上古道油气区上方 烟壁直批 因高温火烧而风化的大小石块 也纷纷掉落在古道上 受损情况惨不忍睹 那目前整个清不知的海上古道 它还有一些零星的落石 不断的掉落 烟壁祖荣烧毁了将近三公尺的散播面积 波及范围包括了隧道南北洞口 以及古道设施等等 湘工所也在事后进行修复整理 但是由于山坡上游零星落石 湘工所也从28号开始暂停开放受损区域 为了顾及所有游客的安全 目前我们湘工所一力禁止游客进入我们园区 那何时开放 那这个地方要等到我们公所重新公告 到时再欢迎所有贵宾来到我们 清不知之海上古道 在欣赏我们清不知之海上古道最美的风景 方便湘工所以22号桥为界 往北包括海上古道设施都暂时不开放 仅开放入口处到22号桥古道公园的安全区域范围内 而至于整个园区何时修复完成并对外开放 湘工所秘书站立于比尔市等严密稳定 并经水保济市评估安全后才会重新开放 记者石玉兰 丰冰采访报道